大家好,我是封信者 我们的院子不管是种花还是种菜 都要防虫、杀虫 只要我们种植 就要不断地跟各种虫子打交道 不断地跟它们做斗争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时都是用哪些方法来防虫 或者是杀虫的 先来讲一下防虫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像我这样搭一个小拱棚 然后照上防虫网 我这个防虫网的密度是90目的 可以防止一些飞来的害虫 看我的包菜 前段时间刚刚种上的时候 是长了很多的各种虫子 我把它做干净以后就照上了这个网子 现在就长得很好 基本上是没有虫的 然后这边我放了两颗在外面做实验的 看看这两颗都要成什么样子 所以说这防虫网它还是很有效的 当然用这种方法的前提就是 你的菜池是比较规整的 比较好搭网子的 如果是大田种植就不可能 小面积的还可以 第二种方法就是挂粘虫板 我的院子一年世纪都是挂着各种 小黄板还有小蓝板的 应该说这个粘虫板还是很有用的 上面都会粘很多的虫子 这种粘虫板的话它是可以防水的 雨天也不会影响使用效果 这种粘虫板一张挂上 可以用个几个月 我一般一年挂两次 我今天就要来把那些粘虫板给换掉一部分 因为用的时间长了 它的粘性就不太好了 效果就没那么好 买这种粘虫板的时候 它一般会送这种扎带 然后这个板子上它是有孔的 把这个给 两面给揭开 把这个扎带穿进去 这样子拿去挂上就可以 我一般都会买两个颜色的 蓝颜色的和黄颜色的 说的是蓝颜色对鸡马会比较有吸引力 但是我感觉好像都差不多吧 用这个粘到手套上 会把手套撕坏的 挂的位置离植株不要太远了 稍微比它高一点就好了 或者是挂到它旁边也行 挂上以后把这个面上的这层脖给它撕掉 我再挂一张蓝板上去 在豆角这儿挂一张 在豆角这儿挂一张 在豆角这里不好挂的话可以给它插一根杆子 或者是钓一根线也可以 我就给它钓一根线上去 钓一根线没那么占地方 然后再把这个板子沾上去就好了 沾上去就好了 让我一顿 茄子这边也挂上鸟针 这个我也用绳子 绳子掉上之后以后这个绳子还可以辅助固定这个茄子或者是辣椒的植株 到时候用个夹子或者用个绳子给它绑一下 又不在地方 再来一张蓝色的 造防虫网或者是挂这些沾虫的板子对一些会飞的害虫或者是飞来的害虫 仿制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比如说菜青虫它就是菜粉碟在叶片残暖 然后孵化出来的虫子 你造上防虫网之后它飞不进去 没有办法在叶片残暖 就不会长菜青虫 然后一些小黑飞啊小飞蛾 还有果实鹰啊这些 它飞不进去的话也是不能祸害我们的蔬菜花卉的 还有一些苍蝇果实鹰小飞蛾小黑飞之类的 它被这种沾虫板给粘住了 跑不掉了它就没有办法祸害我们的蔬菜了 防虫的方法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这两个 其他的方法我也会陆续的跟大家分享的 我是封信泽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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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